高铁延长特许年限40年 以及财务改善方案 昨天在立法院闯关失败 交通部长叶匡时一度表示 如果不进行财务改革 就算请耶稣基督来 高铁还是会破产 蓝绿立委质疑声浪不断 而蓝营甚至还在党团大会上 以18比0的票数 否决了交通部的财改方案 交通部长叶匡时 在昨天晚上宣布请辞负责 而台湾高铁公司董事长范志强 随后也跟进宣布请辞 交通部长叶匡时 今天过58岁生日 但一大早上了立法院直询台 脸色就是铁青 第七次来报告高铁财改案 他首度以严厉的语气反击立委 夸大了成本隐藏了利益 当你用一个偏执的眼光一定在怀疑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专业信任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怎么写都是没有用的 民进党立委质疑高铁财改案是要将8000亿的利益 图立特定人士更指控叶匡时担任航发会董事长时 先对高铁提起特别股诉讼才导致高铁的破产危机 太强的是你我现在要讲第二个 自打嘴巴的也是你们 就算你可以用各种伟大的力量 请耶稣基督来帮忙来让这个专户解痛了 但是过几年之后呢 过几年之后他还是破产 面对绿营指控叶匡时说了重话 但蓝营立委对于财改案也有许多意见 中午还特地举行党团大会凝聚共事 但却一面倒反对交通部的提案 我们可能没有更高明的意见 但是我们就要做一个政治的表态 我们不支持财团 支持交通部的提案请举手 好 零票 最后国民党团以表决的方式 18比0否决了交通部提案 就连自家的立委都不支持 叶匡时地调表示是自己努力不够 而经历三个月的攻防 财改案在立法院闯关失败 等于正式宣告破局 交通部表示 接下来将准备接管高铁 记者林中午吴家宝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